所以雨萱 現在有一種剛剛講的東風追戰鼓雷 有一種剛剛講的 瀕臨城下的危機感了 保雷官 現在是黑白兩道都已經叫做血流成河 血流成河 全面開戰了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首先我們講到黑道的部分 吳明達是什麼角色 他是威政集團的董事長 原本呢 他在地方上本來就是一個小有名氣的幹頭 結果沒有想到 當他今天到了所謂的天龍三溫暖的時候 就是現在這個監視器畫面 你會發現什麼狀況 他從三溫暖裡面出來 結果外面停著他的鄉行車 代表說他準備要離去 結果這個時候突如其來 有一個已經潛伏已久 預謀已久的彭信嫌犯 各位 就從畫面看 右方出來之後 開始槍 拿著 往他的下肢 對著就是啪啪 兩槍就直接下去 先打他誰 先打他的保鏢 所以你看到他的保鏢痛到直接往外面 躺在直接頭的地上 結果他持續追著 你注意的喔 他的保鏢戴一個袋子 我有一點小有經驗 保鏢如果拿著一個小包包 裡面是帶槍的 代表我的槍還拿不出來 我就被開槍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他是Pro級 因為各位你要仔細看喔 第一 他完全清楚掌握說你到底什麼時候要出來 比如說我們在講 他絕對是離開不是進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離開的時候 鄉行車 各位你有經驗都知道 他會先提在門口 而且停一段時間等老大上人 而且就有車了耶 對 然後結果呢 再來他等到我們講無名達出來的時候 你看跑過來的時候 來 他槍是先對著身體 然後往下瞄 所以保鏢戴代表什麼 他是瞄準好 我就是要打腳 而且先打誰的腳 先打保鏢的腳嘛 我先把保鏢給打掉嘛 為什麼 因為保鏢就如同保鏢跟你講 如果他從袋子裡面掏出什麼東西 跟我對轟怎麼辦 那我就倒大了沒了 對不對 所以先打保鏢 倒了之後 然後保鏢往外是不是在路上滾之後 你看喔 然後無名達一直跑一直跑 就穿著白鷹那個 他在追著他 往他手上補一槍 然後呢 趕快隨即馬上信信然的高歌離席去投案 而且我們知道這個是33歲的彭信嫌犯 他是氣定神仙的走到他後面 剛剛講 他是走到他的後面 才把槍給掏出來 槍掏出來了以後 直接就開槍了 對 而且你知道這個多離席嗎 代表說他一定是有一個車輛 而且這個車輛是招招潛覆好 根據他向警方攻撐的時候 他攻撐什麼 他說 我叫我老婆載我的 那呢 就是他這個收我們保護費 我看他不爽 拜託一下 誰會這麼專業 然後你剛好知道 吳明達來到天龍山溫暖 你剛好知道他什麼收到出來 所以很顯然是預謀方案嘛 等於就是說他車子已經在外頭的路上潛伏一球 看到了吳明達的鄉行車過來之後 他知道他人準備出來 所以他從車上下來說 欸老婆你先走 是不是他老婆也不知道 然後呢 從旁邊前面繞進來之後 就對著他 他是什麼 等他往前走之後 你要不要仔細注意一個動作 如果說他是一個大外行的 他會直接從正面一面而來 所以寶貝克 他請問他從哪邊來 從背後 他繞你一拳 從後面 他知道你看不到我 突襲不被嘛 我後面再 寶貝寶貝之後 我再追著你手 再 寶貝一槍 總共開了四槍 然後最後到警局之後 你知道 找了幾個 十一顆 所以他準備十五發 他只發了四發 就把一個人 腳打到 就把吳明達 手打到 你說你是不是pro的 準備好的 對嘛 而且他就是給你警告 但這件事情怪是怪的哪裡 各位你知道嗎 當他開完吳明達之後 他馬上去投案之後 但這時候大家不經會想 如果吳明達被開了 好歹他是一方之霸 好歹他是尬頭 請問一下 他會不會後來尋仇 他不尋仇 他不用換了嘛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這件事情還沒完 就是說 興風邪雨了 當然是興風邪雨嘛 不是 而且我們現在得到的資料 這是33歲的彭信嫌犯 他是從南部調來的 對 也就是今天我要去教訓這個吳明達 我是從南部繞廊來 情城斷點 對嘛 就是斷點 就是說不要讓他溯源道說 到底是由哪一方的老大 來去派人來處理的嘛 因為今天他敢去投案其實代表一件事情 因為投案代表你後面人會曝光 那為什麼他敢去投案 代表我確保你抓不到我後面的人 你不會知道我的後面人是誰嘛 曝光不了嘛 至少我們倒上江湖恩怨解決嘛 那我請問一下 吳明達不知道誰開他的 他知道嗎 他當然知道嘛 警方不要知道就好了嘛 重點是雙邊都知道 所以即使我們講了 坦白講江湖市江湖處理 各位你都知道之前幫我有些老大 可能被抓到的時候警察問都沒事 其實就隔一兩個月之後 就開始砰砰你砰我砰你的 所以這件事情還沒完 接下來會新風旋運 但各位你以為一來一往的 只有黑道嗎 不是啦 連我們講的戰壇都在這個一來一往 所以你說 剛剛吳明達被開箱 那個是新風旋運 你覺得還是局部性的 這個新風旋運 也就是鄭文燦涉及的 剛剛講是前桃園市長貪污等案件 直接把你定掉 你還不是涉嫌 是貪污等案件 然後直接把你定掉 剛剛講你會不會逃亡 他說不乏知名這張人士 在重罪的時候有逃亡的潛力 我就直接懷疑你 你鄭文燦會逃亡 而且你也忽視了被告的事實影響力 如果從高院的這個判決來講的話 高院根本就認為鄭文燦非壓不可了 對 寶玲哥這應該分兩個稱之在談 第一 高院原本今天有沒有要審理這個案子 沒有欸 高院原本說 我們這個看看分案的進度 還要月券啊 所以我們等明天裁定 結果不知道突然哪裡來的大氣壓力 還是天氣太熱 假設說欸沒有 我們今天月券速度特別快 所以今天之內就會裁定 今天之內就會有結果 一天都不浪費 欸 一天不浪費 就代表說20小時內 我就要把這個案子辦出一個結果來 結果馬上 不是 我跟他講 你今天要去殺戮鄭文燦的氣味 已經非常的濃厚 那個殺戮的味道已經非常的嚴重了 結果沒有想到 我一分一秒 我都不放過 對 我一天我都不放過 我就是要加速 你案子來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我當庭抗告 我馬上當天隔天之後 直接迅速審理完 而且審理完之後 你要仔細看他整個卷宗裡面 他所聲的是什麼 剛剛保理哥講的幾種 第一 他直接說他叫做貪污等案件 第二 他在文字敘述裡面 各位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虛極必凶 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政商人士 面對追述會逃亡 他在講第一點 他有逃亡之一律 再來第二點更狠 他說什麼 因為住被告的政商關係綿密 人往來廣闊 高度政治性跟社會影響力 所以我們很難就排除說 他會不會有勾串證人 因為現在請問一下 外面有沒有潛在證人 不知道 檢察官說有啊 但請問一下 有沒有已經交保的證人 有啊 這個太可怕了 因為你為什麼要把人收押境界 收押境界有幾個原則 是第一個 你有逃亡之餘 第二個 你有勾串之餘 對 他把這個高院裡面 把政偉戰有逃亡之餘 有勾串之餘 而且你有勾串的能力 全部交代了 他直接定了三大罪 第一個他是涉嫌重大 再來第二個他有逃亡之餘 再來第三個他有勾串之餘 所以基於上理由 你逃亡地方法院 雖然我給我搞清楚狀況 因為這已經是第二次發回重審了 各位他整個一進一出 一進一出 你要想想看 原本是什麼 原本是檢調 當庭就說我要申請羈押 對不對 羈押之後馬上就說500萬交保 500萬交保的時候 第一次抗告 抗告之後馬上 我們的高院也是說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判定說 他到底會不會去影響 甚至串證其他證人 第一次我會有看 仔細看完那個內文 他還只寫串證 還沒有寫到逃亡 第二次對不對 發回之後 結果你只是加個700萬 又給我送回來 我就來給你更衡 我跟你講這個人最寫重大 有逃亡之餘 這個人會落跑 會浪槓 而且他還是會串控 所以我再回去 而且他你知道忽略 他是有實質影響力的 對代表說他現在還是一個大咖 因為大家一直在爭辯 包括我們那個地方法院說 他已經離職了 他已經卸任 現在海濟會董事長 對桃園還有什麼影響力 結果高院這個叫什麼 指揮判決 我直接給你一個示範書嘛 而且我覺得更恐怖的是什麼 他完全針對地方法院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 等於說交保的這個內容 我一個一個打臉 對著幹 那我跟瓜哥講 這件事情 他跟地方委員對你幹的 絕對沒完 為什麼 因為地方法院是逃不過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請問一下 抗告的發動主題性是誰 檢察官嘛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抗告的審理單位是誰 高等法院嘛 那請問一下地方法院能做什麼 他只能裁決 所以他不管做任何裁決 只要檢方再提抗告 只要高院維持一樣態度 他就會不斷的巡迴 不斷的一次兩次三次 五次六次七次八次 回到地方法院 直到你肯認定我高院 所做出來的判決為止嘛 你也要認定我所承受的理由為止嘛 而且高院保健哥 還有一招最後殺手 你知道什麼嗎 如果這樣來回五次六次七次八次 太難看了嘛 他還幹嘛 自圍裁決 刑事訴訟法第413條 他就說如果有特定的理由 或有必要的時候 我高院甚至是 我可以直接來替你地方法院判 所以換言之 這一場大戲大局 就是要把鄭文燦往死裡打 就是要把鄭文燦往死裡啊 這宇宣長太狠了吧 剛剛講的 你這個案子已經去剝奪了 鄭文燦的政治生命 他已經政治生命都已經沒有了 剛剛講的 你對整個民進黨沒有功勞 也有苦勞 你也幫民進黨過去打下江山 在2018年最糟的時候 你還把桃園整個圍下來 結果 你不但是要置鄭文燦於死地 你連他一個活路都不給 保證哥 這個東西叫回歸到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阿達的故事 阿達的故事是說什麼 為什麼我說一定會有心風險 因為你如果只打手 只打腳 他躺在那邊 他請問他會不會回來找你報復 當然會嘛 那請問現在怎麼樣的辦法 最好 各位 現在早就已經沒時間了 就是一槍頭撞下去 結束嘛 我們整件恩消雲斷 就是對林氏捷的方式 對 對林氏捷的方式 所以對於現在整個我們講的法院 或者說整個司法檢察性的 有沒有 說為這個鄭文燦 這個罪嫌重大的貪污犯 務必就是要把它徹底辦到底 把它擠壓到底 否則絕對不會放過他 雨萱 我們都聞到那個開戰的味道 但誰戰誰咧 對 保雷哥這有好問題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事實上 你如果把時間回推到說 為什麼這個案件會壓七年 但你要轉個頭來想 這個案件之前 七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跟各位講 這是賴清德已經埋伏七年的一個 鄭文燦姦滅戰 你知道為什麼保雷哥 你說這個伏筆伏了七年 對 因為各位 你不要覺得我在誇張 請問一下當時這個案件 是不是在黃國昌的踢爆說 2017年這個案件他去陳情 陳情之後送到了哪兩個單位 一個叫總統府 一個叫做行政院 結果總統府跟行政院都說要去交辦 甚至到了經濟部 到了內政部 說我們是不是考慮用四地重化的方式 讓他可以從原本的農業區 甚至是業區 轉換成什麼 產業分區 就是把農轉供嘛 對不對 但為什麼保雅哥 你有沒有注意到 然後就沒了 到現在位置我問一下 這個案件到底轉了沒 沒 還沒轉啊 這個案件還沒有轉啊 各位 華亞科這個案件都還在審核當中 你都已經立可通天 你都已經找到總統府 總統府當時吳釗憲都給你回函 那總統府講說 我們接受陳情都有回函 屁勒 你今天寫個信給總統府 看總統府理不理你了 對我們明天馬上就Email寄過去 怎麼可能不可能嘛 把那個怪事怪事 當今天廖峻松 他竟然有這個滔天的本理 有這個滔天的能耐 把這個公文寄到總統府去 寄到了新政去 然後還嚇了便宜說 好我們來處理這件事情 但理論上應該幹嘛 大丈夫嘛 應該一路順暢一路通嘛 是不是應該通關呢 應該沒問題啊 那我們就順利的 直接讓你現場四地重化啊 也不用去亂徵收啊 就讓你發大財啊 直接做變更啊 結果沒有 為什麼卡到現在 各位2024年 還沒有完成 因為我跟你講 請問一下 當時2017年送進去 到了2018年 到了2019年 各位請問一下 行政院長的時候是誰 賴清德 就是賴清德 所以當時的行政院長 就是賴清德 這位哥哥你搞清楚了嘛 所以代表賴清德 早在當年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就知道辭案了嘛 那黃國昌點了兩個人 一個叫做秘書長卓龍泰 對不對 一個叫做總統府秘書長吳釗燮 但他就是沒有點到 最後做決定的人是誰 對政部經濟部要找誰做決定 賴清德做決定嘛 所以很顯然在當時 賴清德就把這個案子給弄下來嘛 否則你怎麼解釋說 都已經到上岸到總統府了 至少他對於這個案子 是遼弱執障的 清楚 而且了解 而且是到賴清德下台之後 你知道誰接替上台嗎 蘇貞昌 衝衝衝 我拿一支掃手衝 哇 桃園真的往前衝了 蘇貞昌一上台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該解編都解編了 農地解編 哎呀什麼公事公務 全部蓬勃大發展 地幕全部大轉換 那時候蘇貞昌還講說什麼 哎呀我那時候去林口 這個地方的時候 本來還是汪煙漫草 對啦你讓他整個賺大錢嘛 所以整個我們講 政文餐也有面子啦 這個桃園瞬間你知道嗎 蓬勃發展 然後地幕全部大變更 地形地貌大轉換 那怪是怪在這 為什麼賴清德那兩年的時候 做不了 哦 那為什麼到蘇貞昌的時候 做得了 窮窮窮 你要去問蘇貞昌 我不知道我跟他不熟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很怪嘛 那怪就怪 那你以為只有這件事情嗎 不是 所以代表說賴清德 七年之前 早就已經清楚知道這件事情 但這七年來他是什麼身份 行政院長 副總統 請問一下他有辦法調動 他有辦法影響司法系統嗎 沒辦法嘛 那時候總統叫誰 蔡英文 蔡英文嘛 所以各位這才重點 所以當卓榮太 不問到這個案件的時候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說哎呀 押七年是不是啊 哎呀 社會大眾 難免會有這樣的想法 他就在暗示嘛 卓榮太是暗示誰 叫暗示前朝嗎 那你以為賴清德只有這樣 為什麼我說這叫全面開戰 因為你仔細看 今天 還有兩個消息出來 第一個叫誰 李遠哲 賴清德氣候變遷委員會 竟然用李遠哲 那用李遠哲會怎樣 我舉個例子 李遠哲說什麼 蔡英文2019年之所進退啊 極六勇退 不要選了 做一屆就好了啦 也就是四大佬聯合在報刊上 點聯名要求 蔡英文下台 就是李遠哲 對 後來在李遠哲 當面跟蔡英文翻臉的是誰 李遠哲 是誰說 這個蔡英文沒有遠見 他沒有為下一代做準備 也是李遠哲 對 所以蔡英文 撼死李遠哲了 為什麼這樣 李遠哲的時候還出來 繞她說什麼 他說 有一個人喔 蔡英文總統說 2024之後不關他的事情啦 都沒有他的事情啦 還說民進黨現在貪污腐敗 致死了 讓他非常的失望 所以你想想看 李遠哲是用盡全力 去對蔡英文 拉吹 再講一個 總統府的大副秘是誰 他主管國防外交 國安相關事務 叫何志偉 何志偉當年做了什麼 把陰性的繩子中 沙話丟在走廊上 然後呢說蔡英文的內部裡面呢 他們的團隊內部人有問題 他是一個反英的大象 所以當賴清德 完全不顧蔡英文 不顧陰性的觀感 一次任用這兩個大象 與此同時 又對鄭文燦這個大個 下殺手 所以我就請問 這一場戰爭 請問一下是賴清德跟鄭文燦嗎 當然不是 背後所有的毛手 都在劍指蔡英文 李遠哲 你的賴清德總統 又一個非政治的場合 還降權過宣秀 他們 我現在針對任何的不法行為 我一定要全面的掃到 然後呢我針對什麼 樹灘 打炸 還有這個掃黑 我要全面的這個進行 結果我們也要花音剛落 我們的行政隊長也說 我們要全面大掃黑 完全沒有任何限制 結果今天導播看到 這個在今天台北市的大東區 在這個三文燈的前面 這個嘛 這是台北市非常有名的一個 他居然就被開槍了 對嘛 我們剛剛這個賴清德 跟這個鄭文燦 兩個人的聲音都還如 這個漁音落糧 在我的耳邊回繞 掃黑 打炸 哇 震天尬想 我非常相信 結果這時候你知道我為什麼突然驚醒嗎 驚醒了 啪啪 啪啪 槍來了 被嚇醒了 各位你自己看到 這是在我們講大同區的一間三文燈前面 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在這個上面原本有兩個人走過去 結果走過去的時候 突如其來的開始 第一個 先倒下來 人倒下來 結果第二個 人也跟著倒下來 然後馬上在地上打滾 因為被槍擊非常痛 結果後來他們去查之後才發現 不對 這個人 也是一個阿尼基 這個人是威政集團的董事長 阿尼基 無名打 阿達蠟 那為什麼我們講阿達蠟 這件事情詭異在哪裡 第一個各位你不要忘了 阿達蠟其實他是有 我們講音隙濃厚的色彩在裡面 就在這邊 就被打到地上了 對 你好各位 痛到直接趴在地上動彈不得 而且一次打 是打兩個人 是哪兩個人 第一個 就是我們講的 無名打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槍手絕對是Pro級的 為什麼 因為他打到是哪裡 手 保陵哥你不要以為手很好打 你想想看 你人過來的時候 手這樣回來回去 你這麼細根 要剛好打到手 不簡單 那是警告的 Pro的嘛 警告的就是說 我只是要給你 開鍋開鍋 跟你罵而已 那第二個 他打到司機 他打到哪裡 打腿 你知道什麼打腿嗎 先等我走 你不然等一下 我打完你老闆 你馬上就給我通風報信 等一下警察來 讓人來怎麼辦 所以把他的腿 也可以打掉 讓你不能追我 對 讓你沒辦法追我 而且你看到這個人 跟當時館長槍起來 一模模一樣樣 33歲嫌犯 開完槍之後你跑 你知道要跑去幹嘛嗎 頭暗 這個沒有 氣定神險的 我開完了 我悠悠的 就直接走到警察局 各位還記不記得 當時其實吳明達 他是先去 因為一個所謂的 債務上的糾紛 那個時候他講說 哎呀 有一個人欠吳明達債 結果沒想到事情 鬧子鬧子鬧子 鬧到黃青云 我們玩兄弟兄去 結果玩兄弟說 我來喬 我來出力 結果沒有想到 兩個人因此結下了仇 結下了恩怨 結果吳明達說 我要買兇 來去開黃青云 結果保律哥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發生什麼事情 他找了第一組人 很兇喔 兩個人走下去 然後遇到黃兄 你知道幹嘛嗎 不敢開 不敢開 投降 他說我認罪 黃兄弟是他叫我走的 賣派人 然後就吳明達氣死了 睡覺第二組人 又要去開 然後一樣也失敗 但為什麼說 阿達娜這個人被開 這件事情事關重大 因為我們知道 最近殷系的人 紛紛重見落馬 第一個就叫鄭文燦 第二個叫誰 林氏捷 對不對 在台南直接被砰掉 但國藝是 我們講 阿達娜也是英系的 真的假的 保律哥你仔細看 吳明達他說什麼 他當時包括陳時中的一些餐會 包括一些春酒 包括基金會 包括我們講 鄭文燦也在裡面 鄭文燦又跑出來了 吳海基金會 對對對 我們鄭文燦交遊廣闊 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你看這是吳明達還參與嘛 所以代表說他自己本身 跟英系的關係在台北市裡面 是非常非常 但大家不僅好奇 如今已經三個英系 重見落馬 甚至是重彈倒地 而下一個又會是誰 太尷尬了 因為我們講 卓洞泰跟賴欣哲才細思淡淡 剛講完說要掃黑打炸樹灘嘛 那樹灘我們現在看到有啦 有成效有成效 那掃黑這件事情就很尷尬啦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當今天去追查這個案件 你知道最怕是什麼 最怕是追查到頭了 他們心裡面是講林士傑這個案件 那我就請問一下 這個作案的人 我們合理懷疑 他不是早就擠他那罩了嗎 對啊 這句話還不是我講 這是誰講的你知道嗎 王定宇講的 台南在地立委說 擠他那罩了 那不會有了啦 你說現在有口口在那罩 但我講還是要查 你知道為什麼查嗎 但我請問一下 我才不在乎槍手是誰 誰要槍手殺人的 賴欣哲這才是他要的重點 他要的重點是這個嘛 因為我今天找到槍手之後 我說我是不是可以去盤根錯解 了解到說 你是基於什麼樣的立場 要去殺林士傑 你是基於什麼樣的利益 要去殺林士傑 到底是跟商業有關 跟光電有關 還是跟漁會有關 因為這個背後面的寶傑哥 我請問一下 會不會有政治力揭入 他有這個可能性嘛 因為這所有的案底 我跟你講今天林士傑被砰掉 到底誰開他槍的不重要 重點是為了什麼理由 幕後什麼利益要去開他 誰要他的命 對嘛 所以你掃黑掃著掃著 就會變什麼了 就會變樹灘了嘛 但今天最怪的我跟你講 反而不是林士傑這個案件 是在天子腳下 竟然會發生這麼離奇的 一個我們講的 開槍事件 而且人還沒開掉 就是我講的誰 阿達這件事情啊 你知道阿達這件事情 荒唐在哪裡嗎 因為理論上來講 如果說他是要去開他 就是要把他開掉 阿達不是一般人耶 他是什麼 會反擊的 他是角頭的 你今天沒把我開死 我今天要這個工後走走 我一定要把你開回來嘛 我沒開回來 大家都動作我阿達是塑膏嘛 會不會有這個狀況 會有這個狀況嘛 但你知道今天怪事怪哪裡啊 就是說這個槍手去開完了 我就是瞄準你的腳 保票打完我去瞄準你的手 手打完之後 然後我就散步 散步到旁邊的這個封鎖 他說我要投案 我這把槍撕一顆子彈 所以這個東西 他就是我沒有要把他開掉嘛 我沒有要把他開掉 但請問一下保律哥 阿達這個人是有可能被警告的嗎 不可能啊 當然不可能嘛 被警告是我這種人 我最怕的 拜託不要來開我對不對 你開我我一定嚇死了 我覺得馬上這個閃到邊邊去 你去嚇他有什麼任何用 你去所謂製造更大的分怨 跟江湖衝突嘛 而且我們講到了叢林事解 我們講到了包括我們講 先講剛才討論的 一直在討論鄭文燦 到現在這個阿達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的背景 這都是英系人馬 所以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巧合 就剛好台南也出事 台北也出事 桃園也出事 由北到南 反正只要跟英系有關的人 紛紛都出事 弄出事 弄中槍都中箭弱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背後 你說對於賴心而言 真的要往骨子裡去探 真的要往骨子裡去殺 他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還是後面真相 會不會有騷到他的政敵相關 宇軒 以前我小時候只要不舒服 幹嘛 旁邊在折折 吊大檔 吊大檔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強的安全感 我只要我覺得不舒服 看大檔在那我就安心了 好了沒關係 我的病會治好了 結果呢 這個大檔對台灣來的很重要 有大檔我才安心 結果呢 大檔出問題了啦 你應該準確來講是什麼 是沒有大檔你知道嗎 大檔 大檔比較像2000cc的 現在也沒有了 好像剩五百而已 所以你還是能有安心感的 只是你只能安心很短的時間 然後就會打完了 你就要趕快接著下一罐 那為什麼我有這個狀況 因為他們現在大家追根這裡講說 的確啊 那個廠商是有問題 但是你還是好歹要有一些機制去因應啊 因為不是我沒有想到說一個 等於說掉短的也就掉點低的一個廠商 他佔台灣的70% 那這個70%你平常不查核 你平常也不處理 就一處理 就把他關掉了 不是 而且他們說我現在因為他的瑕疵問題太多 難以短時間之內回復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各位是慌天下之大吉 一家廠商倒了 然後全台灣輸易就倒了 一家廠商就全台灣八成 然後你還真的讓他倒了 平常還沒有合理監察 但沒關係 他們現在說我們想出來一個解決辦法 進口 欸 簡潔把進口 跟雞蛋那麼一樣 當時從巴西 我們現在從哪裡 北斗拉姆 我們從Vietnam 從越南進口輸易 總可以的巴塗 從越南進口點低 對對對 就不行 就搞砸了 為什麼 因為根本沒有法源依據 今天我們這個羅廷偉 竟然跑去質詢邱泰源 就我們的衛福部長 還有總統泰 就講說對啊 只是進口有三大出師 最大的出師其實就是敵項 沒有法源你要怎麼進口 那你是不是又跟超市 又跟量財量 又變黑雞蛋了 那又說不清楚 講明白 你又要簽AB合約嗎 所以他們就 你知道 他說沒有 我們緊急衝刊 五頁題就開始啟動 法規上沒問題 這是誰講的 這個是我們講的 邱泰源 衛福部長的 然後結果你知道 他問了一下一句話 什麼法律 這是什麼法律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 瞬間沉沒了 根本什麼法律也不知道 不是 而且可怕的是 我如果從越南進口的這個點低 我調這個大檔出了問題以後 我要怎麼樣尋求救濟 對嘛 因為點低是夠欸 那個比我們講雞蛋的可怕 那怕水路的 他直接打到你身體裡面 如果有狀況 如果有問題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那算誰的 總要一個合約 有一個法源依據吧 結果你看他繼續問 是沒有法源依據呢 還是法院的行政命令 你可以成立嗎 衛福部有沒有帶頭違法 有沒有法源依據 這些藥品可能是禁藥 你第一個要有法源 再來第二個要確保 它不是禁藥 再來第三個 你要知道那個工廠 是沒有問題的 結果你知道 卓中泰跟邱太軒說什麼嗎 當機完全都沒有任何回應 要是烏鴉飛過了 就完全沒有任何回應 一開始他們一直跟我們講說 不缺 我們不缺輸易 那包括林靜穎講說什麼 我們沒有缺 我們這個穩定出貨 那直到後來呢 被人家打臉之後 他你看到還說什麼 沒有貨我也尊重 明明就有貨 最後 打改臉 打臉自己說 我們改口道歉 真的缺了輸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